HELLO 歡迎回來我的YOUTUBE CHANNEL HELLO 歡迎回來我的YOUTUBE CHANNEL 我今天呢 要幹嘛呢 我今天要仿妝 我今天就是要做一個 氣質美女look 好 我覺得我這輩子呢 都稱不上這個氣質的這個頭 是因為我的外貌 好可愛的外貌 反正我就覺得這輩子掛不上氣質的這個稱號 所以呢 我今天就是要來挑戰 那為什麼我今天要仿這一個look呢 那是因為我即將要推出我自己的brow color eyeliner 掌聲鼓勵鼓勵 為什麼我感覺我這樣拍文字 說到brow color的eyeliner呢 為什麼我會選擇 after我的那六個顏色我要塗brow color呢 那是因為自從落下我的eyeliner之後呢 就一大堆朋友就要來跟我說 啊為什麼沒有brow color 啊 你應該要出brow color OK 那我現在就出了囉 然後我發現這些問我的人呢 都有一個共同點 他們的共同點就是 氣質 氣質 氣 氣 氣 他們都是一般氣質美女 我發現到了原來氣質美女都想用brow color eyeliner 今天出來做一個氣質 girl 說到氣質美女呢 氣質美女的代表肯定少不了 貴輪美 超喜歡貴輪美 蘇慧巧 我小時候的女生 現在也是 很想要成為像蘇慧巧這樣子的女生 然後啊還有那個 劉亦菲 還有那個 Anne Hartway 西方國家的代表 超美的 超喜歡Anne Hartway 還有 Emma Watson 我也是超級喜歡她 她的氣質真的很非凡 而且她是一個非常有智慧的女生 超喜歡有智慧的女生 超有魅力的 我想了很久 到底要跟著誰的妝去畫 可是我想了很久 都想不到 然後到最後我想到了 遠在天邊 近在眼前 就是我的好朋友 JoVay 她就是一個氣質美女啊 今天我就挑戰變成JoVay 你們不要笑我 怎麼可能變成她 好吧 我們現在開始化妝 第一點呢 就是白皙的皮膚 我先上一層格底霜 Gucci Beauty 就這樣塗吧 其實呢 我是不上格力霜的人 我只上Sumblock就好了 但是呢 因為今天要拍影片 所以呢 要隆重一點 要多step一點 才看起來比較厲害 哈哈哈 就蠻好用的這個 它就是 非常非常透的那種格力霜 塗上去有一股清香 非常的舒服 然後也不會說黏黏的 然後就可以來一層粉底液 SHOMURAA的Unlimited Glow 這個非常的好用 就是非常的貼膚 也不會說很油膩 它是非常的持久的 我之前呢 都是用那個 sponge來上妝的 可是呢 我最近發現到 其實用手指慢慢去貼它 還更加的服貼 所以我現在都用手指去打 可是 它的缺點就是很難均勻 你要一點一點的這樣去推它 我今天用的這個色號呢 是 774 Light Beige 我是喜歡可以達到一種 白皙的感覺 可是 感覺 就只有臉白 然後頸這邊 就很難 很難控制 通常這樣子 Foundation呢 都是要推得快 才會均勻 我們看一下 Close Up 好像非常的服貼喔 我就上一層蜜粉 Innisfree之前跟Mentos合作的一個蜜粉 非常的可愛 然後這個是有mint的味道的 我覺得用過那麼多蜜粉喔 我覺得最 價格最實惠最好用的 是Innisfree 它就會很白 然後 它又非常的服貼控油這樣子 欸你們知道嗎 就是之前我超喜歡 這樣子打我的臉啊 按摩我的臉部 可是最近因為 就有認識一個美容的朋友 他就有說 其實臉部呢 是最不適合做按摩 去拍打它的 你每打一次呢 你的皮膚就會鬆斜下來 久而久之呢 肌膚 還有那個肉 越來越鬆 我不知道這個說法 對不對 反正 我很久沒有去這樣子 去拍打我自己臉 去按摩我自己臉部了 反而我覺得 我的臉部變得更緊 然後也沒有太多的細紋了 接下來就是眼睛 所以說到眉毛呢 每個女生非常注重的東西 說到氣質女生呢 我發現氣質女生的眉毛 都是比較濃 比較粗的 像Joan這樣子呢 它就是一個比較粗的 那種感覺的 正好呢 我的好朋友 Brian C呢 他也是非常注重畫眉毛的 他最近呢 那是他自己的 新產品 就是 eyebrow pencil It's called br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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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精緻的 一個 packaging 它是一個三支的 然後裡面呢 有送這個 brie的這個 鏡子 我呢 還沒試過它的眼線筆的 它裡面呢 有lightbrown dutbrown and then grey 然後裡面應該就是用 dutbrown 它的超漂亮的 精緻boy 它這邊呢 是那個 眉鼻 然後另外一段呢 就是這個眉刷 然後我現在 試試看 好粗喔 它的眉毛 真令人羨慕 我畫眉毛呢 通常都是 來回這樣子畫 這樣子刷起來呢 看起來比較自然一點 輕輕的這樣子畫就好 眉頭呢 通常呢 都是跟你的鼻翼一樣的 對稱 眉尾呢 就是這樣子 到你的嘴巴 這樣子的一個位置 就對了 有嗎有嗎 我的氣質出來了嗎 我有一半的氣質出來了嗎 有一點像Joanne了啊 很敢講 這個眉筆不錯用喔 Brian Good job 我覺得這個眉筆不錯 然後手感非常的好 它的眉筆呢 現在在6月19號開賣 OK現在到了眼睛的部分 其實我覺得 我跟它長得 沒有差遠啊 眼睛小了一點吧 開玩笑啦 不要攻擊我 哈哈哈 眼影筆的話 應該要比較乾淨一點 眼影筆呢 我就在用這個 Too Faced的 這一個 Just Peaches 這一個呢 是 都是一些大地色 將將 給我用成這個樣子的 我們現在就用這個 Peach Color 輕輕的去碰的啊 我覺得 這直美女好像 不可以太大範圍的呢 可能就 小範圍的再畫就好 它絲紋要乾淨就對了 平時我自己都裝了 我就是這樣 就很大很大範圍 有嗎有嗎 有沒有Joan的感覺 感覺一點點就夠了 眼尾呢 我就用這個 Peach Punch 我平時是用比較黑一點的 我覺得他們的眼睛 都是比較puffy一點的 我就盡量不要 讓我的眼睛那麼的深 然後盡量給它白一點 我就用這個 Peach Butter 補上去 要給它puffy點整個眼睛 I think it's better No OK next thing is Kiki的Brow Color Eyeliner 就是這個Brow Color 就是這樣子的一個深棕色 然後它非常快沾的 你看這樣罵它 它都不會掉了 它是Waterproof And then Smushproof 我不明白 為什麼那麼多人 還是那麼容易的脫妝 請你們上妝的時候 記得要把你的眼睛的油先吸乾 用T恤這樣輕輕的壓一壓 然後才上Eyeliner 這樣子呢就可以防止脫妝 眼睛的油吸乾了 然後才要畫OK 其實沒有你的眼線 就一點 一點一點一點 不要不要畫 我不明白為什麼 你們家要畫眼線 我畫眼線 我要畫到這樣粗 然後你們家要畫到這樣細 啊 算了 我本來今天就是要仿氣質妝 可以了 畫一點一點 微微的拉一點點就好了 我平時都很大幅度的這樣 啾啾啾啾 小心翼的輕輕的 哇 好氣質喔 好美喔 我 我在模仿Joanne 我不知道她有沒有這樣 但 可能 我感覺我要被打了 這個呢 就是我們PT2最新的 Brown Color 深棕色 看起來就沒有這樣凶 非常適合白皮膚的 白皮膚的女生就是要Soft一點吧 我覺得她好漂亮喔 我以後就是走這個路線吧 欠打欠打 我發現她呢其實呢 Joanne的眼睛它是非常的長的 然後眼睛是圓的 所以我會用那個眼影 拉長它一點點 為什麼她的眼睛可以那麼長呢 And then 就到了睫毛的部分 喔 因為我最近做了那個眼睫毛 然後那個毛也拖了七七八八 所以如果我沒有刷得很美 請見諒 我要給你們知道一件事情 我發現很多女生擦睫毛的時候 都擦錯了 就是 但是呢 我刷睫毛的時候是美的 給你們看 我的嘴巴都會開啊 我覺得這個影片後 應該會有很多人想要瘋殺我 Oh no please I'm just kidding 一定要從根部刷起 然後再戴下睫毛 剩下的眉膏呢 我會放在我的眉毛這邊 刷龍它 Look at this Before and after Alright I'm done Look at me I'm so pretty now OK 喂 喂 我今天是七十美女 東西啊 我看到這個七十美女 有一點呢 我發現Joyne非常喜歡做的事情 就是 Highlighter 我記得它有用一個膏狀的一個Highlighter 讓它的臉呢 看起來比較水潤一點的 這是Gucci的一個 GEL GEL Gloss 然後點在這邊 給它水潤一點 喔真的有耶 比較水潤的感覺耶 其實我上錯步了 平時應該是要先上blusher先 然後才能夠上這個Highlighter 但是OK 因為我是專業的 所以我覺得 它會有任何方法 然後 這個就是那個 Blusher Inistry的這個blusher 這個是我前陣子出的那個 Vintage palette的 然後就這樣刷 我是兩邊刷的 Natural 曬紅的感覺 我通常都會打到我鼻子那邊 我打到鼻子那邊 看起來比較有氣色一點 然後呢 就打一點點的鼻影 鼻影呢 我就用這一個palette Burberie的 超級無敵美 就用這個 它就是會補一點點的鼻影 讓鼻子更加的挺 我真的覺得我有點像Joanna 怎麼可以那麼美 最後一個步驟就是 Lipstick 最近還蠻流行那個 豆沙色的 那我用的就是 我之前在韓國買的這個 I'm TikTok Lipstick 它通常是這樣子塗的 我覺得基本上每個女生 想要塗到自然一點的話呢 都是先塗裡面先 然後再免它 這樣子把它推開 我的T值 美女露 完成了 我要去換她穿過的一件衣服 我換了一件 周圍很喜歡的裙 小碎花 這個是她之前去我的Fashion Party 穿過的 她當時就這樣子 後 有一個包包 喔 包包 沒有包包 那就拿這個 有沒有很Cheese 有沒有Joanne的感覺 嗨 大家好 我回來了 有嗎有嗎有嗎 有吧 應該有吧 哈囉 大家 9點12分 其實今天也一整天 現在是9點12分 其實今天也一整天 沒有什麼特別的plan 我就是要去拍Velia 去拍個照片 好啦 我放棄了 真的太粗了 OK OK 大家 我們今天 只是來學習 如何畫 氣質的妝而已 但並沒有要模仿 誰 OK Everything is very 精緻 精緻 然後 該有的眉毛也有 然後該有 亮眼的眼睛 又有根根分明的那一種 有一個很完美的 深棕色的眼線 乾乾淨淨的皮膚的感覺 一定覺得要唇妝 希望 你們喜歡 好康頭來了 好康頭就是要在 我的Description box裡面看 我都只是在YouTube 發布我這些 好康頭 for the brown eyeliner launch 我的brown eyeliner 會在 6月的最後一天 launch 6月30號 請大家多多支持 因為這樣都很好用耶 你看 你看 我這樣 smash它 這也是會掉的 laa laa